今天上午画面看起来是挺紧张的 因为我国上百艘的渔船挺进到了距离钓鱼台只有三海里的位置 用眼睛看就直接可以看到钓鱼台了 整个过程当中海巡署派出了十艘的舰艇全程介护 那么海空军也精锐进出 不过日本早在钓鱼台海域部署了六十艘的船舰 所以我国渔船靠近的时候就喷洒强大的水柱来阻挡 那么我方海巡金门舰也用水柱来还击 都已经可以用右眼看到钓鱼台 台湾渔船挺进钓鱼台三海里 大批日本保安厅船舰舰不只喷黑烟 还出动强大水柱 不过我国海巡署金门舰环以颜色 一样以水柱朝向保安厅 海巡署参与渔民保钓任务 盾位超过一千顿巡防舰艇核心舰领航 一路借户上百骚台湾渔船 苏澳级渔船24号出航后 核心舰 花莲舰 莲江舰等十艘以上 海巡船舰护航 布置海巡 海空也近月进出 苏澳外海海军既得极舰 远距监控距离钓鱼台60海里时 寄仰级6舰艇组成62.9支队巡防 空军还有两架E2K预警机 与多架次F16与幻象巡弋 据钓鱼台日方则部署60艘 翼上舰艇 日方对我国渔船阻挠喷水 海巡也以喷水反制之外 船只上配有LED灯 宣示钓鱼台主权 保安厅船舰舰对我国渔船夹击 海巡署船舰舰则刺激反制 日本将钓鱼台国有化后 我国渔民发起史上最大规模爆钓行动 海巡海空大阵仗介护 更是首次有这么大批兵力参与爆钓运动 这位水下舰舰舰舰 台北综合报道